好再看到是马总统母亲情后修而好病逝 家人是谨守低调原则 两天来占存大体的第二宾馆谢绝所有悼念之意 四号下午呢 马家大姐以及三姐是带着康乃馨健身 传出是要替母亲来梳洗上妆 而总府人员在发言人李家飞的陪同之下敞勘 最快在四在这个五号上午呢 情后修大体就会进行火化 随后会送往复德公墓长眠 在丈夫马赫林的身边 而两位在香港孙女马威中马园中上午也现身机场 推测应该是回台湾来送奶奶最后一程 这个母亲节已经没办法亲亲妈妈的脸 但手中的康乃馨 蚂蚁奶马兵如坚持要送到情后修手中 我们要的姐夫是把康乃馨 那我们要去下 姐妈妈的好 姐班到二兵替情后修大体上床出洗 离开时不断伸手室内 不过来陪伴母亲前 他们先造访了这个场合 突然现身凯套或许是想替国士家世两头烧的弟弟 马总统打打气 传出情后修五号就要家计火化 马总统全程参与 两位孙女马回中法圆中 上午也已经赶回台湾 总统火发言人领着特情中心随护场刊 先规划总统抵达和离开路线 假期时间一季五号上午七点前开始 大体随后火化 接着简单悼念仪式 就会直接驱车前往复德公墓 和总统父亲马赫林相伴成年 你想 某一天想那个话讲 你跟 你跟范昌城 那希望打开就是 这一话讲的完美的影响 男人们话前细 六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 来见晴后修最后一面 总统老家前 也已经有礼仪公司人员 疑似拿着晴后修照片 和授鱼进出 二号过世 五号就会安玩卡位 三天时间处理后世 不发复文不设灵堂 晴后修生前一切从简 身后事也经受简谱 低调原则 记者郭先生王正 A3条组台北采访报道